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人老了之后啊,在最后的余生过好幸福晚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想过好幸福晚年除了身体健康、经济宽裕之外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如何与子女相处 虽然现在人都说呀,养儿防老不靠谱啦 但是如果能和子女相处的融洽 晚年的生活肯定会更幸福一些,对不对呢 那么说老年朋友们做父母的该如何与子女相处呢 才能相处融洽呢 那么老宋啊,给老年朋友几点忠告 希望老年朋友们能牢牢记住 第一个,老年朋友们呢,大多都是从苦日过来的 说良心话,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勤俭节约了一辈子 所以啊,对儿女啊,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呢 花钱的方式啊,肯定有点看不习惯 不理解,不赞同 那衣服还有那么多呢,怎么就买了呢 买了还不穿,花那么多钱 你看买那么多化妆品 有啥用啊,给它摆着 还有那么多就扔了 哎呀,下饭店点外卖 那东西又不卫生,又不干净,又费钱 自己个家做点多好,怎么就那么懒呢 啊,肯定觉得自己的子女不会过日诊 是不是,这家让你们过的啊 是不是呢 几乎所有的老年朋友都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要记住啊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生活习惯 都有每代人的想法 不能把你的生活习惯强加给你的子女 说两句话就是什么 别去干涉,别去管人家 如果你的儿女有能力 做到维持自己的这些花销 享受生活 那这是人家的本事 你应该高兴 我的子女有能力 然后我的子女能挣钱 能享受生活 过得好 这不是好事吗 你应该鼓掌 你应该感觉到欣慰 但是,如果你的子女没有能力 他没有钱 挣不了什么钱 还要这么享受生活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啊 他要跟你要 那么我告你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 你可以帮助子女 在一些困难的时候 在一些各个方面 可以帮助 但是,如果你去帮助他 对这些超前的消费 或者是让自己多么奢侈 这种就没必要了 我劝父母们是不给啊 不能把钱给他们浪费了啊 你有本事啊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都可以自己去挣去 让父母们去供他不可思啊 但是,如果有的父母 哎呀,不给怎么干呢 怎么办呢 不给不行呢 那么给了 你就别发牢骚 也别去干涉人家 我告诉你 你给那点钱 你觉得,哎呀 你看我给了这么多钱 人家还不当回事 就你那点钱能干啥的呀 确实不够干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节省下来半个月的钱 不够人家一顿饭的 明白老宋的意思吗 仔细想想老宋说的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和子女再好 关系再近 别住在一个屋檐下 记住一句话 距离产生美 你们可以离得近 可以一个小区 可以一个楼 但是就别住一个门 因为你们各种的习惯不同 生活方式不同 理念不同 等等等等 说良心话 住在一起 不但是你子女不舒服 你自己也不舒服 很多时候不舒服怎么办 只能忍着 我跟你讲 忍一时行 一个月行 半年行 真的忍好几年 没有人忍得住 忽然忍不住了 怎么办呢 大家都讲 我们互相体谅 为别人着想 互相体谅是可以的 但是只是在短时间内 如果很长的时间 但我们互相紧张 大家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有受不了的时候 终归容易出现矛盾 所以记住不住在一个屋檐下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无论你是儿子也好啊 还是女儿也好啊 那么在这两个人 如果在你的儿子 女儿和他的伴侣 没有真正离婚之前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无论发生任何矛盾 无论因为任何事情争吵 那么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坚定的站在儿媳或女婿一边 不要牛逾 不要祸悉泥 你就坚定的站在那边 我就是你的靠山 我就是你的依靠 站在儿媳和女婿这边 儿媳和女婿 对 那没问题 那是对的 错 那也是对的 就不让这个 老叔告诉你 这是你和儿女 儿媳女婿出关也好的 最重要的发布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当然 如果两个人真正离婚了那天 儿子还是儿子女儿 还是女儿 血缘关系 对不对 在没离婚之前 你要懂得站在谁那边 为什么这样 我告诉你啊 自己的子女 无论你怎么样 无论你怎么偏向 他们是理解的 也不会记仇的 但是你的儿媳女婿 会记仇的 会认为你偏向的 这样不行 如果你信我的 无论任何事情 只要他们出现矛盾 你坚定的站在那一边 那么你们的关系 就会更和谐 你想想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儿女的子女 你们可以疼 可以爱 可以帮助你的子女 去照顾 去付出辛苦也好 付出经济也好 怎么都可以 但是少去教育 记住 这个孙辈的教育 有她的爹妈呢 抗她的爹妈去教育 俗话说得好 子不教 父子过 从来没有人说 子不教 也指错的 你想想是不是的 她有亲爹亲妈 连着亲爹亲妈和教育 你不要去过度的教育 尤其是当你的教育理念 和她亲爹亲妈的教育理念 和子女的教育理念 不相同的时候 你别总的拿你那套经验 哎呀我当时怎么给我儿女养大的 我不也养这么优秀吗 怎么力量 抓我这个方式啊 怎么的 不合适告诉你 人家的子女 人家想怎么教育都可以 别把你的那种观点夹着 拿到人家那去 还是那句话 人家的子女 交给人家的教育 啊 记住老宋这句话 说要么 肯定会出现矛盾 好了 这是老宋 随意提 总结的几个忠告 朋友们仔细想一想 尤其老年朋友们 是不是你能牢牢记住 我相信 把这几个忠告 牢牢记住了 你和你子女 和你儿媳女婿的关系 可能会更融洽 相信吗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砍大赛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